飞飞飞飞飞蝶 飞蝶 五蝶 王王子骄 那天 都兴起 都兴起 飞蝶 五子骑 小王王 小王 歡迎來到Fai è5子骑 現在聽到的是沖繩Style的披頭 披斗斯 翻奏專輯 這首歌叫《From Me To You》 其實對我來講 這首歌不是披斗斯的 為什麼 來考考我們老聽眾 你還記得台灣的影視圈曾經有 好像有三個姓湖的都非常的受歡迎嗎 《From Me To You》 如果你現在上網去查什麼珊瑚或什麼明星 最後出來都是明星三缺一 胡牌之類的關鍵字 來我來提醒你 胡冠真 胡陰夢 胡慧中 胡陰夢好有氣質 也是主持人也是演員 非常非常像仙女一樣的那種狀態 那時候我都還小 不過我就印象中有一個這樣子的巨星 再來就是胡冠真 胡冠真後來我還有在出道之後有機會遇到 是因為他也轉戰到幕後 有一段時間他也成為未來電視台的長官 我記得 另外一位就是胡慧中 胡慧中甚至也到了香港去發展 然後成績也是非常好的 就是三位都是很厲害的大明星 那麼為什麼我剛剛說那首歌在我心中不是披斗斯的 因為在我小時候常常常常常聽歌 那麼聽的歌國語歌為主 西洋歌比較少 我基本上國中才開始聽西洋歌 所以我小時候聽過一首歌 印象好深刻覺得好可愛好好聽 長大才知道原來他是翻唱劈頭似的 剛剛那首 不斷叫我做你狼狼 真的很奇怪 小時候你就因為一個印象 而且忘不了了耶 可是為何做是超帥 超帥 唱歌很劉文正喔 不知每個人他是誰 對我不停地吹啊吹 要談戀愛 總要慢慢地帶 怎能說愛就愛 西里 這是我小時候聽到的版本 然後就覺得好可愛好好聽 後來才發現當然好聽嘛 人家是紅遍世界的西洋歌的國語版 哇這個當然很多朋友想到胡慧中 不會想到的是歌手的身份啦 可是我就不知道為何就 印象好深刻好深刻 就記在腦海裡了 每次在整理這些老回憶的時候 都覺得好珍貴喔 很開心小時候自己是一個這麼 有好奇心的人 老實講喔 國小聽這個歌是不是有點太早熟 我是不是應該去聽一些兒歌啊 可是為何多是超帥 叫人非一台 不知哪個人他是誰 對我不停地追啊追 要談戀愛 總要慢慢地帶 等等 說愛就愛 連這個編曲都很熟悉吧 老實講這個西洋歌怎麼那麼適合當國語歌喔 然後呢 為什麼我就這樣子生命在腦海裡 還記得不久前我們播了楊美蓮 就有人網友會留言說 啊原來這首 常常會哼起來的歌的原唱是楊美蓮喔 接下來回憶都湧上心頭了 可以再去找回來聽歌了 找回來它的這個版本來回味一下了 是的 這就是我們在這裡做節目最開心的事情 能夠不小心打開你的潘朵拉寶 讓我和想起一些珍貴的回憶 好 所以呢 那麼未來我的孩子要聽什麼呢 我跟你講我可能真的不會讓他聽太多兒歌 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性 誰規定小孩子就一定要聽兒歌 一定要聽Disney 對吧 我覺得小朋友為什麼不能聽多大秀呢 為什麼不能讓他聽一些古典音樂 或者是極其優美的相對複雜的 沒那麼萌的旋律呢 好 就像很多小朋友歌手也很成熟啊 好來我們來聽這一組 三女一男 裡面有卓伊婷好像是 還有謝小瑜 他們當年出了一張翻唱專輯 欸 國小的孩子吧 唱了很多超級成熟的歌耶 譬如說 你來聽聽這一首 天空沒有一片 孤星 我沒有人 王傑叔叔的歌 不會偷偷說一句 要拿出自己拼在你 好可愛喔其實 今我的一首永遠也不會躲 不管多少仙惡會來找我 絕將你尋什麼 也不想留人騙在風中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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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只剩一個我 昂然孤獨地走 多少事都已離去 多少人還在看著戲 是否我再已經習慣你說明是假不等 是否我注定過在最冷的夜空那裡 嘿 別問我 有沒有明天 就讓我 一個人面對我的夢 不會再是一場錯 別問我 自信還有誰 就讓我 留著你提問我 聽著 將永遠陪著你走 超妙的他們在這張迷你兵團的專輯裡面呢 唱了好多大人的歌 你看這個搖滾的王傑怎麼突然間變得好像那個 小孩子的這個這個 就是版本然後 是不是有一點點違和感 那更何況是情歌 國小的孩子 真的 就要來談感情了嗎 你確定嗎 可是管你的 他們當時就這樣出了一張 同音同言同語的翻唱 裡面還有什麼其實 你不懂我的心啊 我想有個家啦 春去春又回 讓我一次愛個夠 我很醜 可是我很溫柔 以及這首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甚至還有童安閣的讓生命等候 太早熟了 謝小瑜與迷你兵團 聖誠的愛上你 莫名我就喜歡你 深深的愛上你 沒有理由沒有原因 莫名我就喜歡你 深深的愛上你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母亲的夜陪我渡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又怎会让我握的手在风中颤抖 这么惨你还我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你 莫名我就喜欢你 深深地爱上你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假设小时候听的东西都会记在脑海里 有一种DNA的话 那我似乎好像会很早开始给小孩 听一些流行音乐 大人的音乐 就是因为反正听那些儿歌 他也长大没什么太大帮助嘛 除非他要去做幼教 对吧 长大那些儿歌真的都只是过阶段性任务 就像你也不会把奶嘴留到他大的时候送给他吧 你可能会留金锁片嘛 你不会留一个奶嘴说 这是你六岁的时候 一岁的时候用的 对不对 尿布不会嘛 你可能会留他小时候画的一张画 你可能不会留 这是你三个月用的尿布 不会嘛 所以有些东西他根本在没有印象的状态之下 就怕死了 所以要留给他什么呢 留给他什么DNA呢 应该先来听一下大人的歌 稍后我们再来听谢小鱼跟他的团队还唱了什么歌 我们先来听一首大人的歌 平冠要扮演唱会的平冠 不如我们今天见由他跟阿信联手创作 5月28日记得支持北流的平冠演唱会哦 如果落叶还有眷恋 如果落叶还有眷恋 如果暮光还有迂回 如果你心还有些缺绝 你的脸定格那年那天的道别 该天见 变成古老生命的誓言 当时我们彻夜探天 如今只剩只字片眼 虚寒温暖的天寻卡片 我们都承受了点 难免也客气了些 该天见 何时不再改天 人生如意气一灰 人间却一天一变 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间 被岁月改变的脸 眼神还一如当年 刀印着最青春的蓝天 人生如意气一灰 人间却一天一变 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前 别等到人事已飞 别等到人事已飞 才活在追忆里面 别再等 不如我们今天前 分过半生追逐多年 你我故事各有情节 只愿人生有最少后悔 无数的生活历练 将你我命运改写 该天见 不该我的挂念 人生如意气一灰 人间却一天一变 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间 被岁月改变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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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还一如当年 倒映着最青春的蓝天 人生如意气一灰 人间却一天一变 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间 别等到人事已飞 别等到人事已飞 彩火在追忆里面 别再等 侮辱我们今间间 别等到人事已飞 别等到人事已飞 跟我们今生如意气一灰 人间却一天一变 人间却一天一变 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间 人生如意气一灰 人间却一天一变 人间却一天一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唱了一首比较像小孩子要听跟唱的歌 就是当时的小虎队的歌曲 《逍遥游》 阳阳阳阳的般漂亮 轻轻松松拨个电话 今天的我有些不一样 不想再听什么唠叨 不想知道我的去向 我的梦想总在某个地方 阳光温柔地朝着我 看着我们一起逍遥 梦想你过度就在眼前 我的灰不脸 不要太紧张 请你抱紧我 跟着我们一起逍遥 跟着我们一起飞翔 说出你的情话 别快让我听到 可以只有你的爱 跟着我们一起逍遥 跟着我们一起飞翔 是不是这个歌就很适合他们了呢 好啦 我们也不要说这些小孩子就是小大人 因为事实上他们也出过不止一张的专辑 而且也不止一次的去唱过小虎队 大家还记得谢小瑜吗 谢雷大哥当年带着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干儿子的概念 但是好像有一个这样的印象 然后也变得姓谢 然后这是他跟其他孩子一起出的迷你兵团 超级经典的青苹果乐园 也是我三二六音乐会的下半场的第一首歌 我转眼已经是上个月的这一天 今天是四二六啊 一个月前的事了 我们这个音乐会呢 是有线上的 可是因为也是版权费用的问题 没有办法把这个影片留下来 让大家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回忆一下 各位音乐人 不要太贵哈 不然有一天你的歌 就会停止在某一个年代 不会再被流传了 恐怖吧 或许你会说 没事啊 我自己的版本在啊 可是我跟你讲 再厉害的版本 隔了一段时间 都有一种过时的feu 很奇怪 这种例子太多了 过去很多厉害的歌 现在听起来就是不合时宜 年轻人 未来的年轻人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的孩子 是不会去特意找来听的 除非他们跟我一样 有一种喜欢考古的那种毛病 对不对 我怎么敢保证我的孩子喜欢考古呢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是 但是不让他继续的发扬光大的话 其实蛮可惜 蛮可惜 蛮可惜的 来 我们来看看谢小鱼还唱的什么 小飞龙 这不是苗可丽姐姐的歌吗 每一年钱 下落时间又消失 小飞龙 小飞龙 这些玩火无功 透过浩瀚时空 抱不平 它也好地 出花人就善良他也最美好 抓到你抓到我跳皮要搭蛋 你想要不喜欢他 怎么样 你想要不喜欢他 野男小飞龙 好的 就像我刚刚讲 他们不是只唱大人的歌 他们真的也有唱一些 小孩的歌 童年的歌 卡通的歌 在家天空边缘拼命地飞翔 看看他多勇敢 哒哒当当 为了真意他要将冥记人 为了光明他要奔走到底 飞呀飞呀飞呀叫飞翔 草呀草呀草呀叫飞翔 我爱靠鞋叫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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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坛不是只有谢小鱼跟迷你兵团 某一个阶段的台湾的唱片圈 是深意兴隆的不得了 因此也出品了很多小孩的歌曲 接下来这张是来自 当时台湾唱片公司的大公司 也就是歌龄唱片的 《少年之音》系列 第三集 小鹿的故乡 关达拉美啦 关达拉美啦 古巴民歌改编 然后歌词是已经过世的大师 杨明皇写的 关达拉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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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是什么年代的人 好像多多少少听过这个关达拉美啦 关达拉美啦 关达拉美啦 有一个很远的地方 小鹿的故乡 美丽的绿色小镜上 只有森林和那阳光 小白兔哥我们做饭 小松鼠也来又玩 自从有猎人和野狼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小白兔不再来作伴 小松鼠也不再来又玩 这首歌曲还真的有很多人都翻唱过 我刚刚提到了谢雷大哥 事实上谢雷大哥也是一位歌坛的巨星 那个时期百花齐放的华语乐坛里面 谢大哥出过很多的唱片 多到已经是不可考了 因为你现在去查 谁可以告诉你谢雷出过几张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那个时代真的每天都有人在灌唱片吧 想不到吧 他也唱过这首 《关达拉美娜》写法不一样 关达拉美娜 在妳的管他啦沒啦 管他啦沒啦 在妳的管他啦沒啦 管他啦沒啦 在妳的管他啦沒啦 我愛咋愛咋邊地開滿鮮花 我願把那裡走過家 姑娘沒笑臉嬰兒好想拆下 想拆下 想拆下 笑起來好像那一朵花 忘記了我身在天涯 管他啦沒啦 管他啦沒啦 在妳的管他啦沒啦 管他啦沒啦 管他啦沒啦 在妳的管他啦 真的是 怎麼會有一首歌 這麼多人都要唱 而且是一個古巴民謠 我們要怎麼考察古巴民謠呢 有點難 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從華語歌壇裡面 不斷的不小心的聽到 關打啦沒啦 從小朋友到大朋友 在當年民國五十幾年的時候 這一位巨星青山大哥 他也唱了關打啦美娜 對他們的寫法都是 關打啦美娜 關打啦美娜 沒利起關打啦美娜 沒利起關打啦美娜 我难忘难忘你那美丽风光 你好像天真的姑娘 四季里应被草场百花开放 我难忘难忘 你是我生命的爱故乡 你叫我梦寐相忘 好的 接下来更妙的事情来了 在我整理老唱片的过程里面 慢慢去挖掘我出生前的事情 像我们刚刚听谢磊 这个都是我出生前的唱片 他们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包括像青山大哥的作品 这个是民国57年10月出版的 还有两个人我非常的喜欢 有一位是我早就知道的郭大成 我记得好像在N年前阿信的什么分享 也有提到这位前辈 他也出过演奏专辑 好像是演奏洞宵 他也做一些说唱 就是两瓜 你可以说他是rap 但反正就是说故事又唱歌 还有一位是魏平奥 他们两个人专辑都太有趣了 因为我小时候知道所谓的 有趣的专辑的歌的 大概是从陶大伟开始的 可是其实更早还有一些人 像张帝啊 或者是魏平奥啊 或者是郭大成 那同样是五十民国 怎么那么巧 也是57年10月发行的 郭大成的专辑 然后呢 那你想说是不是又来了 又是关达拉美娜 我告诉你郭大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他这首歌 你会觉得有点熟 可是呢 他的曲名呢 就跟人家不一样 像我们刚刚听到那几个版本都是 關达拉美娜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郭大哥 多有巧思跟创意吗 身为一个有趣的幽默的音乐人 他呢 这张专辑呢 多了四个字 叫做 什么叫做关达拉美娜 没错 这首歌叫做 什么叫做关达拉美娜 关达拉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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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你的关达拉美娜 而且这是台语的 关达拉美娜 小心感 gefil 跳杊 郭大臣的音樂太值得你們拿來聽一聽了 很幽默很有趣 很生活化充滿故事性 你看他唱歌也很有特色 而且人家都是直接把那個外文 唱成關達拉美拉 關達拉美娜隨便 但他偏偏要叫什麼叫做關達拉美拉 剛剛我們聽到了一位前輩 那就是郭大臣老師的作品 他的作品總是有許多的梗在裡面 就像我後來聽到的陶大尾聲音樂 平在是暖真甘苦 平在是暖真甘苦 平平驚立是暖度 我也聽到超級一端早發生的甜心 別玩笑 冷靜飲酒來呈酒 看人相親咖稍入夜 竟竟相情流陌生 誰人會在我心裡 是有對火所在愛 啊 娘花 大紅花 尾仔花 水深花 大花 三花 甘花 六花 你們才會花花花 不知道我哭亂的心情是何頂因為可憐 在三年前 我就真正經跟那個阿蓮在丹麥的情 雙雙對雙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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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 親像一對 熱戀中的鳥情人 那個時候 我如果說一句說 ㄟ 發丁 她就說 ㄟ 阿湯 喔 那我妖嬌 買人的聲音 讓我聽到到的髮指都吃八斤 不然 只為了叫我請她一位請阿咪 我那個時候 生虎剛才沒帶錢 自我這樣說我減到石窮 湯 湯 湯 叫我就去到十一鍋子換湯 我為了要標示男性 唯在的亂愛情人 唯在她的臉情 講到嘴巴外一邊一段 她一段頭髮講到叫我安心 眼睛才回家 眼睛才回家 她說我失心 共心 枉仔佛心 順順也我早睡我情心啦 心愛 你真真是搖幾次大隻身 愛靠身 又大臉身 怎樣 有口水嗎 是你 這就是郭大成老師的作品 基本上她很多歌都有這樣的說故事的過程 我之前是先從CD 就是那種在大賣場裡面 都賣那種三張什麼100塊啊 99塊那種 然後就找到一系列的郭大成 好奇買回去聽就愛上她了 現在回頭再買她的黑膠唱片 那個時代的歌手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一定要唱一些愛國歌曲 回到當代傻子與白痴 傻子與白痴 所以每次都捨不得拋棄她們 等待她發光 各位也知道我收集唱片 偶爾會發覺一些意外的驚喜 所以每次都捨不得拋棄她們 等待她發光 我有一個籃子 裡面是過去一家唱片公司 初青的唱片 CD 主要是CD 那有一大部分呢 我也分享給另外一位 就是我們新的guest DJ 陳俊昌 俊昌DJ 那我也留了幾張 有一天呢 在工作室整理打掃的時候 隨手拿了一張全新的 它是 叫做2016巡光計畫樂團大合集 我就這樣隨手看了一下 導師團很強耶 林輝賓 陳慧廷 董事長 猴子 飛行員 蕭赫碩 1976 閃林 十三 李星雲 寶寶 荒山亮 阿飛 西亞 都是導師 那麼指導誰呢 我們來看一下 喔 我不認識 傻子與白痴 沒有錯 這裡面的所謂的 參與這次賽事的 樂團其中之一 就是前一陣子才發片的 傻子與白痴 2016年的這張合集 是由文化部影視集流行音樂產業局 還有台灣音樂文化國際交流協會出的 我哪知道它會在六年之後 我有機會拿出來播放 在這六年之間 它沒有被打開過 它被放在唱片公司的角落 後來輾轉到我手上 終於到了這個時間點 它被打開了 被聽了 我還帶去小島裡做演講 播放跟分享 今天在這裡 播放給你們聽 Let us cheer 當時導師團是13月團 指導的就是傻子與白痴 遊樂圈 直播放 學綁 honey with a little bit pri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